晚唐禅将裴修宰相存世唯一书记,归封禅师碑 禅陵编者案,晚唐名相裴修禅和,既是宰相亦是书法家,能文能武,与同时代的柳公权同朝为官 在书法上与柳公权长期合作,公元841年会昌元年,12月28日的玄秘塔碑乃由裴修撰文柳公权书单 公元855年大中九年10月13日所书的《归封禅师碑》则由柳公权撰额,裴修撰文并书写 这一作品乃是裴修宰相书存至今的唯一杰作,是历代禅将书法家作中的神品 裴修禅和,公元791年至公元864年,自宫美,唐梦州几元人,曾为监察御史 宣宗时尽同中书门下平章室,后报为宣武军节度时,封河东县子 后历,昭义,河东,凤祥,京南四节度,能文,公正书,为晚唐著名书家 四叉多请其提额,河南庐山亦多提名 其书风格求魅有提法,然存世书记,仅有归封禅师碑 据《常德士志》载,裴修曾为德山宣禅禅师主持的《常德前明寺》提书《古德禅院》 并有课时,可惜今已不存 裴修作为一代名相,与同时代的柳公权 公元778年至公元865年,同朝为官 在书法上,与柳公权是长期的合作者 柳公权在公元841年,会昌元年12月28日所书的《玄秘塔碑》 由裴修撰文,柳公权书单 裴修仅存的书法名作,公元855年,大中9年10月13日所书的《龟丰禅师碑》 由裴修撰文并书写,柳公权撰额 《龟丰禅师碑》全称,唐故龟丰定会禅师传法碑并续 《龟丰禅宗密禅师》,为草堂寺高僧,曾经诗室承官法师,为华严宗第五代祖师 此碑为唐大中9年855年10月所立,陪修撰并书,柳公权撰额,县村陕西护县草堂寺 碑高282厘米,宽134厘米,碑文证书,凡36行,行65字 俄撰书九字,为在清末时,曾横断一道,使不少字受损 此碑比比锦言工整,清净潇洒,结构尤为精密,取法于欧柳 形态较柳书更近见,书封兼有刚柔,清净潇洒,率意天成,法度严谨 是晚唐佛寺碑名神品,也是凯书不可不学的唐碑 此碑可与玄秘塔碑,陪撰文柳书枝,互相参照 了解陪留两人字体的一同 此碑备受历代书家推崇 宋米福,海月名言平,陪修帅意写碑,乃有真趣,不献丑怪 明王世珍,燕州山人稿,为,清净潇洒,打得绿庚笔意 今代礼部尚书赵炳文这样描述此碑 下马来寻提壁字,浮尘先读草堂碑 平生最爱归丰至,唯有陪宫无愧词 旧堂书卷一百七十七载云 陪修常于书汉自成笔法 家世奉佛,修由身于试点 清末夜昌赤,雨时云 归封禅诗碑尚存,其书囚锦而无韵解 学之一兹流弊 细参之,其韵笔之操纵,解体之疏密 与承玄,即六公拳,心和无鉴 达法师,玄密塔碑,陪撰文,而柳书之 此碑,则柳提鹅,而陪书之 两碑威严傲义,非精于泛成者不能做 其文故意出于一手,切亚陪之书又何以神似柳 继而豁然误曰,此碑亦陪撰而柳书 特书丹时并提陪一二 叶昌赤此说,有诗功云 西岸,归封禅诗碑,二者虽然风格相近 但是仔细变句,其笔划解体 还是有很多明显差异 裴书解体近方,柳书趋于寿长 裴书步白停云,柳书中宫谨静 裴书实用行书笔译,如、为、谁、夜等 柳书则成为凯法 裴书如青渠高僧,安详平和 柳书则如耿直硬汉,铁骨蒸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